欢迎来参与我们三部五重祝福的祷告运动 今天的主题以 以祷告庆祝上帝 让我们一起翻开诗篇三十四篇第一到第三绝 我要实质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应耶和华夸耀 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 一同高举他的名 其实人人非常喜欢欢乐的庆祝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有许多机会来做庆祝 我们庆祝圣诞节 新年、生日或者周年祭连日 毕业典礼、得胜 和其他许许多多的事情 然而没有一样比庆祝上帝 有更好的理由了 庆贺或者是庆祝的意思就是 公开的尊荣或赞美 神比任何人或任何事物更配得我们的尊荣和赞美 苏格兰伟大的传道者 怀特飞 他经常劝勉他的听众 要大大的思想、思恋我们的神 大大思想时的人 心中思恋他的伟大和良善 便情不知境地开始庆祝他 公开赞美他 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看到许多人喜欢庆祝有价值的东西 比方我们高举、印度的英雄 为我们所喜爱的电影明星 热情奔放 我们也荣耀自己国家的得胜 这不是说这全部都不好 不过在高举和赞赏的过程中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位一切美善知识的源头 庆祝神至少代表了三件事情 首先,认识神是谁 神的荣耀就是他伟大尊荣的荣耀 使我们得以看见并知道 我们荣耀死的时候 并没有给了他什么东西 我们无法增加他的光辉 我们只能够带着敬畏地观看 我们主的美丽以及荣耀 第二,庆祝就是爱上帝本身 这代表了我们所关切的事情 我们的需要和祷告单 放在一旁 专注在神的身上 享受他的同在 没有什么比超越自己 单单专注在神身上 更能消除骄傲 自我中心和知识的欲望 第三,庆祝神 就是献给神我们唯一能奉献给他的事物 我们充满爱和赞美的心 他已经拥有一切其他的事物 他完全自给自主 不需从我们这里获取什么 然而,神真的要求我们将我们的心 爱尊荣归给他 我们若如此行 他就得着喜悦和称颂 让我们在今天就开始大大的思想我们的神 让我们来反省两大的问题 第一,我们有多享受我们的神呢? 第二,有什么特殊的方式 是你可以在今天用来庆祝我们的神 让我们用诗篇三十四篇第一到第三节 成为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赞美你 我要向你来感恩 围找你在我生命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来向你感恩 主啊,我恳求你 帮助我看见你伟大的尊荣 并真正的享受你 来爱你 主啊,我感谢你 启示了你的荣耀 并赐给我有理由来向你夸耀 来向你赞美 来向你敬拜 主啊,我谢谢你 我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赦的名